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个nice面了 今天的话呢各位唠一唠这个热血新进入啊 这个游戏的话呢前面做过好游戏的视频了 这一期呢借着有汉化版啊 咱们呢给各位来做一做这个 这个游戏里边呢所有卖的这个道具啊 小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也都玩过啊 都买过道具 但是的话呢因为不是汉化版啊 所以说呢每个道具什么 什么作用分的不是太明白 包括我也是 那么呢这里呢咱们一起看看 首先看第一个道具 秋千带妹子玩一玩 这位置呢来到了一个酒啊 等下写着酒 看看这个店规则都让我先付奖牌啊 这个用奖牌才能买东西 OK我先买一下啊 先到送点者获胜 这钱花的挺突兵啊 技巧 A是撞B是跳 AB是旋风腿 鼓励让他鼓励我一下吧 加油 这钱花的有突兵啊 这比那个规则的钱花的还突兵 OK咱来看药店啊 药店的东西非常贵 你能看到这个小药增加50%生命 大药增加100%生命 就是说呢 你的人物呢 在被打完之后啊 买这个药的灰雪 然后兴奋剂 兴奋剂是减40生命 但是呢 这个力量速度防御各加10点啊 三维加10点 这是这个药店的一个道具 之后呢 咱们来到这个商店 商店你看 卖运动鞋啊 咱来看一下这个运动鞋啊 运动鞋是干啥的 增加20点速度 跑步用的 对吧 之后呢 这个衬衫加持点防御 拳套加持点力量 也就相当于加持点攻击吧 之后呢 这个三件套啊 三件套加一起呢 便宜五分钱是吧 啊 这个钱呢 我都定义为上面那是块 下边那是粉 最后那是毛啊 之后这看到自动旋风腿 就是说呢 你一样跳 它就旋风腿了 滚动 NA键就给低下咕嚕啊 之后呢 这个钉板跟油 不到各位这些都买一买过 咱们来一起买一个试试 自动旋风腿就不买了 因为自动旋风腿呢 咱们跳NA就是旋风腿 咱把这个钉板油跟着咕嚕啊 挨个买一下子 OK 咱们去参赛试一试身手 选择了国服啊 对战的对面的早递女 咱们来试一下 这个购买的道具都有什么效果 OK 一出门 这里呢 旋风腿自己摁担 哎 这个A看盘着 平时NA是撞这个墙 但是呢 这里NA就是滚了啊 这个滚的话呢 好像就能用三次 好不然三次之后呢 再按滚就变成撞了 你看顶上它的跑道啊 你看它的跑道啊 就会有钉板 哎 这是油 这是咱们版的油 看看这黑乎乎这个 它一走到油身就减速 然后呢 钉板呢 哥们儿 那钉板钱白花了啊 我钉板钱花不花上 哎 看这吧 很明显的一个减速啊 钉板为啥不出啊 我给钱了 啊 再跑跑 别着急 好吧 这钉板好像不出了 这钉板好像就一次两次吧 前面出过 但是我没注意 那咱尽量跑到终点吧 看定板后期也出不出了 它这个道具 第一关的道具 为啥大家都不买呢 可以看到呢 这几个道具呢 前期都没怎么用是吧 没怎么出 出了也都没什么用 后期就不出了 OK 这样呢 也跑完了 咱就不看了 每一场 每一场游戏呢 咱就挑一拐 主要就看看这个道具的作用 最后第二场是练球 练球呢 前面重复商店 咱也不进了 咱直接进体育用品商店 这个体育用品商店呢 就针对每一关的 火箭球 这个火箭球呢 想必各位小时候都买过 是吧 钉鞋 选手不飞 有的时候呢 这个练球都把自己带飞 地滚球呢 就是这个球 愣完之后呢 给第一个大伙 吵吵吵吵吵 在这里呢 咱们就买一个火箭吧 这个自动蓄力就不买了 没啥用 因为呢 在小时候玩的 这手柄都有连方 是吧 一共是820米 咱们来看 这个国服正常来讲 这国服啥也不买最厉害 国服啥也不买呢 满力就是四头 七八米左右吧 然后四头就到了 但是呢 有这个火箭 你可以看到 这个火箭啊 买一下呢 咕噜也行啊 当时报买了 既然是试道具 应该把咕噜买上 咕噜呢 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候 这个 看也能看出来 我也各位稍微 这个口报一下子 咕噜就行了 这淋漏勾里了 为啥不买这火箭呢 因为这火箭 弄太远了 不好控制 实在是不好控制 310米 那是毫无疑问 得五头了 是吧 这个四头是搞定不了的 这一关呢 不买刀具 该说不说 还能厉害点啊 这里又一棱 好吧 又骗随包了 是吧 无所谓啊 最后一头 我们来看啊 这个咕噜是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个球 扔出去以后啊 然后快到的时候 在地下就叉叉叉叉叉 就这个 你买完那个滚球 就是这个最后的效果 OK 咱们来看这个游泳 如果说哪个里边的 道具最有用呢 我觉得这个游泳啊 游泳应该是最有用的 这个位置呢 我现在买一个 要补下雪了 后来我想还是算了 太贵了 最后那个中间的地方呢 能看这个金牌宝 一会儿咱再看 这个食刃鱼 啊 你可以看到呢 是让对手的空气 直接到零 啊 之后继续 氧气瓶 氧气瓶应该是 让我方的那啥 啊 这个回气快点了 这里呢 咱们直接就拿了 直接就全买了 或者说的氧气瓶 就是在水里边 不掉空气 咱们来试一下 三个都会全买了 直接来看战斗 上面生命 下边空气 我们来看 对方选手 首先会下水 拿头的空气就会减 看见了吧 在水里自动减气 我们来看氧气瓶啊 你看我在水里 你看我在水里 不减气 也不到各一注目之一 看见了吧 我在水里 减气慢 这是氧气瓶的作用 最后呢 那个食人鱼 你也看到了 很明显是吧 食人鱼过了 一下子就涛没气了 然后呢 咱们给它堵下面 一堆电炮 这就是食人鱼的作用 小普的话 应该就是在水里 滑水快点了 你也看到了 我这个滑水速度 看看着 我这个滑水 赶路速度飞快 是吧 那这样呢 这三个道具 哪具演示完了 你看 你看慢着 我这移速 水中移速 简直是没谁了 这样呢 咱们就把天刚 小老地儿 直接就收倒了 之后呢 咱也不看了 后面还有两个项目 后面还有两个项目 这里给它收死 下一个项目呢 就撑二跳啊 但是我们小时候呢 俗称这个项目 叫跳楼 为啥叫跳楼呢 相信懂得都懂 是吧 小的时候呢 这个项目 能过关的人 屈指可数 OK 咱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关呢 是我先看一眼 这个金币排行榜吧 我目前是最高 是吧 之后呢 后面一次是电脑的名次 之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可买的东西呢 这一关能买的东西 最好的 就是能灰身 这个灰身是最好的 这个灰身的话呢 你有时候跑过头了 回来那些东西 然后机会一次机会三次呢 毫无疑问 就是买命是吧 正常来讲 出门三命 我买了一次机会四命 后面呢 就不买了 我尽量快点死 然后呢 这个撑二跳呢 往前走 直接把鸟印住了 就撑了 我这里是开的连法 当时呢 在水里打悬的时候呢 开的是连点 所以说呢 这个撑杆超呢 这个杆 直接就相当于 一按两下 这样的一下我就量了 之后呢 这撑杆超可以八强 看见了吧 然后呢 剪杆撑杆 这些相信各位应该都懂 之后呢 这个 我在捡个独轮车吧 捡个独轮车 这个独轮车 看反正能往后 正常来讲 是不能后退的 这时候我买的能灰身 那这位置 咱把独轮车也弃了吧 弃了之后 直接就死了 割了 把这里灯 灯 跳过来 八强 没死了 没事啊 咱们的后退 自己多死 搞定 这样的话呢 这一个撑杆跳的道具呢 也都接受完成了 咱们来看最后一个项目啊 柔道 柔道 这个项目呢 能买的东西比较贵 因为是最后一个项目了 是吧 就是说能买的东西比较贵 咱们都看一看吧 回气加快 回气加快呢 毫无疑问呢 就是在你待着的时候呢 加气速度变快 这个呢 买个买无所谓了 拨动权 就是阿杜根 然后呢 自动压人 自动压人呢 就是你不用自己验了 你俩怼住的时候 这个气 较劲 你就给他压了 咱们挑几个买吧 回气加快就不买了 回气加快的话 都给你自己脑补就行了 自己脑补就行了 之后呢 咱们来 准备打仗 又是造一女 就可他干了 哎 这是阿杜根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情啊 满气的时候一点全 之后这个滚 就是这招 他的千千A是大胳膊肘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出来啊 我的这个千千A是滚 然后呢 这里自动压人啊 就是这个 两人较劲的时候 方便一点啊 这位置我再给各位来一个 看盘场这里 一下放倒 之后呢 这个视频应该就差不多了 能介绍的道具呢 应该就这些了 是吧 想必呢 也是弥补了 小的时候呢 咱们压根就不知道 这个热血新记录里边 那些道具 有的是什么用 是吧 有的知道啊 因为这个 能试出来 但是呢 有的你 可能逛试试试出来的 好吧 这样的话呢 今天的视频呢 就告一段落了 我呢 是本期的解说友谎 如果呢 各位是喜欢我做的视频啊 希望呢 各位能帮我点点关注吧 那么咱们今天同学期间 不见不散 拜拜